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WearStation的赵树森 也是全球27位微微导师中的一位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24Hours of Chaos 首先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WearStation 在2019年的时候 WearStation成为了Wear官方培训中心 目前我们WearStation拥有官方许可讲师11人 官方导师1人 起初我们成立WearStation的目的 就是为了帮助Wear用户更好地了解和使用Wear 以及Cars的其他软件 例如FenixFD,Vantage 另外WearStation也在B站,网站等平台 推出了一些关于Wear的使用技巧和中文教程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举办了五期WearStation线上分享会 不定期地分享Cars的软件和使用技巧 由于WearStation也承担着WearStation官方培训中心的责任 我们根据不同阶段的用户需求 自主研发了面向不同阶段的WearStation课程 我们也将在本月推出线上课程 敬请期待 为了更好的推广和宣传WearStation 除了分享WearStation的知识 WearStation在2020年开始 每年举办了WearStation Challenge的比赛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WearStation Challenge 让更多中国学生参与渲染类竞赛 逐步与国际竞赛接轨 另外 我们也希望通过WearStation Challenge 发掘更多中国的年轻艺术家 也同时期待更多学生有机会 获得并使用正版的V-ray WearStation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年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的主题是 Your Source of Inspiration 你的灵感之源 而今年的主题是Shadow and Light 我们可以看到右侧的图片 是今年WearStation Challenge 2021年举办的Shadow and Light 为主题的竞赛 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 而接下来这一页呢 也是我们这两年来 一些优秀的年轻艺术家 制作的优秀作品 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这幅作品 就是WearStation Challenge 2021年的冠军 王湘宇他制作的作品 这幅作品是他使用 Wearray进行渲染制作的 了解KARS公司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KARS公司 还有一款实时渲染器 KARS Vantage 它可以实现百分之百光线追踪 在今年WearStation Challenge 2021年比赛中 我们也设置了Vantage的奖项 奖品是由NVIDIA提供的 RTX A4000 而现在看到的这幅作品 也是WearStation Challenge 2021年中Vantage冠军作品 同样的 这幅作品的作者也是王湘宇 除了WearStation Challenge之外 为了充分发挥 校企双方的优势 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为中国高校培养高素质 符合型人才 同时也是为了企业吸引人才 培养人才 提高设计创新能力 创造条件 因此在教育方面 WearStation KARS 我们也正在积极推进 与中国大学的教育合作 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也要宣布一件 激动人心的消息 那就是KARS官方培训中心 WearStation 成为同济大学 人才培养与产学员合作基地 未来 WearStation还会与 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将基于三维可视化 与高级学院研究中心 进行合作建设 这是KARS公司 WearStation 在中国教育合作方向 往前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也期待 并努力着 与更多的中国高校 进行教育合作 接下来 我将基于 威瑞最新推出的 KARS Cosmos 来分享一个 基于COSmos 快速制作 不同效果资产技巧 最后 感谢KARS组织了这样一个 有意义的活动 并且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来介绍WearStation 希望未来KARS WearStation 可以与更多的高校 进行合作 我们也努力 推出更多的 关于 威瑞的使用技巧 和中文教程 谢谢大家 在这里呢 演示一下 如何用一个 Mertisub 然后直接分离出来 几个不同的 这个素材 就是做出来 不同的一个效果 我们导进来之后呢 有几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资产 这个地方看到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这个资产 如果我们现在 去MARGE一下的话呢 它只会出现 一个材质 那如果我们选中 某一个 选中某一个 然后直接右键 然后设定为唯一 大家可以发现 这会有一个景一 然后这样的话呢 这两个 还是用了一个 然后这一个呢 会单独的作为景一 那我们首先呢 就来说一下 如果我把他们两个 作为一个 然后我把它MARGE之后 然后我直接 找到这个材质 对不对 然后我想把这个材质 去给做出来 一个变化 那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用MARGE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把它的 getID from 转换为 RenderID 然后我去来 去调整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 之间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它因为是单独的 一个 所以说我可以 单独的去SOLO它 单独的去 把它的MARGE 给调出来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材质 出来之后 后面会跟上一个景一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直接的去修改 它的各种各样的 一个效果 HELLO 大家好 我们这个场景呢 演示一下 如何去做一个 下雪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直接 导入一个场景 导入一个资产 然后放到场景中 然后我们先渲染一下 然后现在可以看出来 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接下来 把渲染停掉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资产 在几何体里面 找到这个资产 然后MARGE一下 把这个资产的 这个材质 都给剥离出来 剥离完之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树叶的正面 和背面是这样的 然后它又用了 一个混合材质 然后用不同 半透明度 来去控制它 所以说我们主要 其实要调的 就是我们的正面材质 那我们现在 就新建一个材质 然后把它改名为Fall Off 然后我们在Defuse Color里边 然后去做一个贴图 放一个那个Texture 在这里呢 使用这个MixMap的这个方式 然后在MixMap的后边 这个切盘格呢 再加入一个衰减Fall Off 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的是 我们把Fall Off的类型 要需要改成第一格 另外呢 它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要改成世界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Color A是黑色 Color B是白色 然后呢 现在这个图像上显示的 就是A是黑色的话 它就从上面黑 然后下面白 那我们把它的方向性 给调转一下 比如说让它上面白 下面黑 对不对 OK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调回来 调回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材质 里面的这个Top 因为它是个混合嘛 Top是白 然后下面是黑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材质呢 就出来了 但是呢 大家注意发现的 就是我们这个黑色 并不是很明显 在这个材质球里面 对不对 这个黑色并不是很明显 那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 在这个Mix的贴 MixMap里面的 这个Falloff上面 在这里边 然后再去给它加一个 用包裹 然后去给它加一个色彩矫正 用色彩矫正呢 把它的这个黑白去卡一卡 OK 好 现在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黑的 然后这是白的 我们现在为了目的是让这个树叶出来这个效果 对不对 让这个树叶出来这个效果 那很简单了 那我就把这个树叶的Diffuse Color后面的这个Bitmap Copy 到这个摔减里面 然后找到这个黑色 因为我们要替换它嘛 对不对 OK 好 那就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呃 树叶的上边 有这个 白色 但是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的是 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个 点就在于 这个树叶里边 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 对吧 呃 你像这个 反射呀 普通明度啊 这些 呃 那 很简单了 那我们为了 也要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就把Fall of的这个Diffuse Color 给Copy了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到这个 上边 OK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树叶的上边 就已经出来这样一个效果了 而且 我看看 啊 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纹理上面还可以看 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整个叶子的一个效果 就把它切换到整个叶子 因为我们刚刚只是看了一个正面 然后背面呢 它是这样一个颜色 那我们要看整面 因为整面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混合的 然后我们要去调整一下 然后让正面的这个效果呢 也就是说白色更明显 对不对 呃 因为它正面和背面去会混合到一起 然后所以说就是 就是我们要让白色 正面显示的更多一点 OK 那这样的效果呢 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 点击渲染 好 这就是已经做出来了一个下雪天的一个植物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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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